Briani! 是,我看到他,我看到他在我的眼睛 罗比不慎将一块碎片掉入水时 生气的丽亚当着罗比的面脱去外衣 沉入水里捡起碎片 出水后曼妙地身体尽收眼底 若隐若现地动体勾勒出的完美曲线 竟让罗比瞬间响如飞飞 不自觉地紧握拳头 以掩饰她慌张的内心 这本是热恋情侣的一次玩笑嘻嘻 却不想被13岁的布里尽收眼底 天马行空的想象 让她为罗比贴上禽兽的标签 这也成了她罪恶的开端 这是罗比第一次看到丽亚完美的身体 此后这样的画面在她脑子里挥之不去 她本想写一封道歉信求得原谅 可写着写着道歉的话成了赤裸裸的情话 她把信者好放在一边 提起笔手写一封诚挚的道歉信 她擦亮皮鞋穿上西装 为晚上的宴会做准备 她把信放在信封里 本想亲手交给丽亚 走到半路上碰到布里 也许是出于歉意 罗比把信转交给布里代为传达 却不想放在信封里的近视那封露骨情书 真正的道歉信还在桌上 当回过神来的罗比意识到不对劲 以为是以往 布里第一时间拆掉那封信 句句露骨又猥琐的情话 让13岁布里的世界观瞬间崩塌 这是一个安静的夜晚 布里捡到丽亚掉在地上的发誓 门缝里透出一束光 她好奇地走进去 眼前的一幕让她难以置信 时间回到一小时前 罗比来向丽亚解释那封信的由来 丽亚坦白了自己的内心 二人互生情愫 昏暗的灯光下 炙热的感情在这一刻爆发 只是未曾想 这一切被悄悄进来的布里看得一清二楚 尴尬的二人整理好衣服 悄然离开 庄园里一对双胞胎走散了 布里沿着漆黑的小镜一路寻找 意外发现被流氓玷污的表情 流氓趁着夜色逃走 虽然没有看清对方的脸 但是布里一口咬定这是罗比干的 在她的心里 罗比已经是个隐魔 警察上门询问 再三确认布里是否真的看清罗比的样子 结果她说 为了证实她的观点 她从丽雅书房偷走那封充满色情意味的情书 此时的她并不知道 这封情书和她的指证 将会带来怎样的后果 倒霉的罗比以强奸罪被警察带走 丽雅在她耳边安慰她 四年后二战爆发 罗比提前出狱成了一名军员 那晚后丽雅也愤然离家 当上一名战地护士 她终于见到日丝夜响的爱人 只是四年前的伤痛历历在目 罗比每次想起都会非常心痛 此时的丽雅温柔地安慰罗比 分别前她给罗比留下一张照片 希望她平安回来 丽雅上了巴士 告别爱人 彼此踏上各自的旅程 罗比每次思念丽雅 都会拿出这张照片看一看 想象他们在海边小屋一起幸福生活的画面 丽雅一直在海边等着罗比回来 罗比的情况却不容乐观 她胸口的伤口久久不能愈合 看着远处落日的余晖 不知何时才能回家 半年后战争接近尾声 罗比所在的队伍战败 30万联军聚在敦克尔克准备撤离 罗比的情况越来越糟 她开始出现幻觉 看到母亲在她身边还给她蹊脚 队友看出她的异常 让她先原地休息 梦里她回到和丽雅分别时的画面 队友告诉她 大部队已经开始分组 明天船只就来接他们回家 这里是离战地最近的医院 布里在这里当起了一名护士 也许是战争太过无情 成年后的布里越来越后悔 她为自己当年犯下的愚蠢错误 内疚自责 她写了很多封信向丽雅道歉 无意不是石沉大海 她参加了表姐的婚礼 新郎正是之前庄园的卷毛 年轻时犯下的罪恶在脑中赏灰 她在野外看到的不是罗比 而是现在被表姐挽着手的新郎 她下意识地低头 躲过布里看穿一切的眼神 布里找到多年不愿见她的丽雅 她犯下不可饶恕的罪行 布里的不白之冤得以重申 一个人隐从房间里出来 虽然没有正脸 但是布里一听就知道此人正是罗比 五年不见 罗比对布里依旧恨之辱 我和你相当真正 我正在坏着你脚脖子 然后带着你 然后带着你下坡 你认为我杀了你的弟子吗 你认为那时候 是的 是的 我认为你很确定 我认为我 我认为我十三 你必须要知道对和错 你必须要十八 之前你能带着自己 去骗一犯 那些人十八十 老了 为了就死在路上 你认为这些人 是 五年前 你不在意说真正 你 你都要全家 你只认为我教育 我比我还比一位 还不算信价 对你 他们能够封锁 把我放在街上 他要求布里写一份生命 把真相一字不落地公开 还罗比一个公道 布里都一一照做 他就这样坐上回程的火车 丽娅和罗比也回到他们的温馨小屋 故事到这里好像就结束了 然而这一切才刚刚开始 四十年后布里变成了老太太 他撰写的小说赎罪问世 当年单纯无知自以为是的冲动 如今成了他心里永远解不开的枷锁 他把这一切写进小说 内容有真有假 事实上他当年并未看清侵犯表姐的真凶 是妒忌让他把这一切怪在罗比身上 他一直暗恋罗比 甚至为了试探罗比的真心 愿意纵身跳进河里 他以为罗比就踏实出于喜欢 直到看到罗比对丽娅赤裸裸的情话表白 又在书房撞见两人热情缠绵 布里的愤怒之心 在这一刻化为魔鬼 卷毛和表姐其实是两情相悦 他来庄园的第一天就对表姐产生好感 表姐也喜欢上这个成熟的男人 他并不是被卷毛侵犯 而是两情相悦 只是被布里发现后难以启齿 见布里说是罗比 他就顺势做起了表演 当警察问起他毫无理由地指证了他 让他和丽娅从此分开 事实上他们在咖啡馆一别 再没见过面 罗比死在了大撤退的前一天 几周后 丽娅也在一次爆炸中被洪水带走 他被罗比骂得狗血淋头 要为两人深渊也是杜撰 他一直没有勇气去见丽娅 两个有情人到死都没法相见 这一切都是他造成的 现实中他们不能在一起 至少在小说里 他们可以再次重逢 弥补不理多年的遗憾 小说的最后 丽娅和罗比在海边嬉戏 他们一起住进梦想中的房子 实现有情人终成眷属的美好生活 只是这一切都是不理虚构的 现实太过于残酷 两人活在童话般的世界 没有战争把他们拆散 这也算是不理最好的赎罪吧 只是这种行动上的忏悔 始终比不过他没能在 丽娅和罗比生前 亲口对他们说一句 道歉的话已得到原谅 这才是不理最大的遗憾吧